这都出来两天了 一点机会都没有 早就不带她俩出来了 烦死了 我得想想办法 姐姐 你过来一下 干嘛 我说 我特别了解你的喜好 你信不信 你了解我什么喜好 哎呀 你还不信啊 不信你给我走 走走 怎么样 好不好看 真的要慢 我跟你说 这个是中国首个曾经市的唐峰市井街区 长22时辰 我知道你喜欢拍照片 特意给你安排的 你看 摄影师在这呢 换转给你约好了 你真是 不是新移情啊 你看你这个人 对你好点还不行吗 你看这里的风景多好 你待会你多拍点照片 如果那个内存不够呢 我这个手就给你 那个内存可见拍 拍满为止 哈哈好不好 看我干嘛 快点去吧 时间不等 啊去吧 嘿 那个姑娘 你待会给他多拍点照片啊 好的 拍多少张 就是随便拍 实际拍 你拍到天黑为止 行行 我待会给你加钱 好 啊 去吧 这样 嘿嘿 这样啊 老定一个 小鞭 你先别拍过来一下 没事 你先拍照 谢谢你呢 那个 一边管这个 我给你准备了个惊喜 给我准备了 对啊 哈哈 那个我吧 你先溜一下 我带小鞭出去一下啊 走走走走 就这了 我跟你说 我知道你特别喜欢美食 我刚下飞机的时候 就给你做好攻略了 这里是西安最著名的回民街 里面有各种各样好吃的 小哥哥 你怎么突然就这么多好 小哥是因为之前条件不好 现在好了一点 我应该问你做点什么 那个这条件你想吃啥就吃啥 待会所有的费用 我全包 小哥你真狠 嘿嘿嘿 没事没事有小事 那个 你赶紧去吧 那我去吧 去吧 啊 那个 不吃了 突然回来 去去去去 老定脸 嘿嘿嘿 妈妈 你这么敢吃了 我顶着一天都哼了 那个 我好不容易就把他俩支走了 嘿嘿 你别管了 走 我们那个 先回去吧 终于只剩我俩了 现在这个时间是为你我 你干嘛 娃娃 娃娃 你知道吗 这段时间我经历的态度 其实 我有很多话想跟你说 你们在干嘛 哦 你怎么回来了 小哥哥 你怎么不再都不好玩 我睡点就出家了 那什么 大家都累了吧 好 那个时间不早了 都擦点休息吧 嘿嘿 晚 马克巴克 哈哈 哈哈 呀 嘿嘿嘿 你没想我 那个 几天没见你 你都瘦了 啊 把给你带了土豆沙 哈哈 不用 谢谢坤总 没事小事 哈哈 嗯 那个悠悠 嗯 我最近开了个人大 你看 有没有 上次不是给你的良心卡吗 你们都签过字的 下次发工资料等到明年了 不是 你每天给我签东西签那么多 签来签去的 我知道签的是啥 你怎么坑我嘛 我没有 还给我 五块钱呢 哈哈哈哈 拿给我一下 好 不 谁啊 总公司徐总 派下来检查工作的 并对你的认知进行检查 不是 你还说你没有跟我 你根本不跟我讲一下 你又没问我 你 宽总回来了 啊 帮便聊一下吧 啊 帮便聊一下 啊 到底是不是 你说你刚从西安回来啊 啊 还不错 果然没让你出于是吧 啊 啊 听姚耀说你对公司业务方面不放心 你还亲自跑了一趟 啊 哈哈哈 应该的 做务价提升 管理的也不错 行 好好干 走了 我送你 姚耀 八点下班陪我吃顿饭吧 嗯 哦对了坤总 啊 不用那么拼 有多少能力啊 做多少事 平时没事的时候呢 没理由 话送话 啊 嗯 他怎么穿啊 呀 他厉害呢 我没有 嘿 那个 刚才那哥们是你男朋友吗 我单身 对了坤总啊 这是我的私人问题吧 嗯 不就随口说下吗 来来 吃泡面 咱们给你泡的 谢谢坤总 上班时间不能吃东西 嗯 嗯 那个都发手的工作 听我说两句啊 从此以后 姚耀是公司特列 他想干啥就干啥 我说的 好 行吧 你说的算 嘿嘿嘿 嘿嘿 好好吃啊 嗯 那个姚耀 嗯 那个钱的事情 能不能我想办法 公司可以报销的 你拿发票就可以 我没有发票 爱莫难助 你 你 别吃了 哈哈哈 坤总 干嘛 你要回去吗 我找发票去 那个 你刚刚是不是说 我在公司我说了算对吧 嗯 嘿 来来 自不了你了 那个不到时间中不许下班 你们帮我监督他一下 鞋子 好